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的整個肚子大大的 就像一個青蛙一樣的肚子的話 那你的肋公甲脚一定是擴張的 然後掐鼓翼也是張開的 那我們可以在掐鼓翼這邊 用一個布條或是腰帶 把這個恰骨液給包住 然後也可以在這邊綁住 或是你直接用衣服把這邊勒緊 把這個勒弓給拉進來 然後兩手舉高 伸直舉高 然後跨大步走一字步 來走出去 兩隻腳走一條線一條直線 這樣跨大步走出去 然後再退回來 你這樣前進後退 那走路的時候記住把肚子給縮緊 因為當你肚子是個青蛙肚很大的時候 你在走路的時候可能你的腰是往裡面凹進去的 那我們再走一次看看 兩手舉高 然後把肚子收緊 尤其小腹這一段 把它頂上來提上來那種感覺 好OK 跨出去 然後步伐要大一點 你這樣走路 他腹部的肌肉會一直縮緊 會一直縮緊 整個腹部都在縮緊 尤其以腹直肌為主 我們這兩邊都被勒進來了 腹直肌就不會被拉開了 腹直肌就可以在朋友 我把它稱為朋友的協助下 讓他找得到發力的感覺 他找得到當家做主的感覺 他找得到成為支柱動兩的感覺 他才能夠正確的發力 有了正確的發力 你經常的這樣訓練 他腹直肌的力量就會增強 那腹直肌分離也可以得到解決 如果你肚子這一圈的肥肉 那捏起來都是軟軟的 不是硬的 然後擠在一起 沒有像黃豆一樣那種顆粒出現 像黃豆大小一樣顆粒出現 那是屬於這種虛胖的是水腫型的 那你就拿了棍子 那把肚子哪邊大 你就哪邊刮 那你由下往上刮 都由下往上刮 那這個刮呢 除了說我們讓它摩擦生肋 那幫助代謝這些組織液之外 那這個由下往上刮 也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因為有時候你肚子太鬆軟了 其實內臟是比較容易下墜的 所以我們給它刺激一下 按摩一下 那另外呢 我們不可能隨時把這個棍子帶出門 那我們可以用手 用拳頭 然後這樣子 由齒骨這裡 開始刮上來 然後側面呢 我們就恰骨翼這邊 開始刮上來 這一袋都是肥肉 那種都是軟軟的肥肉 那如果兩邊那我們可以兩手 一起這樣刮上來 刮到什麼程度呢 刮到紅紅熱熱的就可以了 所以一天內的你可以刮個四五次的 每次你都把它刮到紅 有時候它會紅 那有時候可能不紅 但是已經熱了也可以 那如果又紅又熱 那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你的生活節奏比較快嗎 你是容易緊張有壓力的人嗎 那這樣你的肚子會容易脹氣 有時候肚子小一點 有時候肚子脹的像青蛙一樣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你要促進腸胃蠕動按摩 一顆球就搞定了 那我們可以這個球呢 沿著肚子的中心線 這樣兩手重疊這樣壓 把它壓緊了 然後我們上面這一段滾一滾 如果你的胃比較脹 上面這邊比較滾出來 你這樣滾一滾 你甚至有時候在滾的時候 特別是胃男這裡 你這樣一滾 你會打嗝 而我是真的打嗝的 而不是裝出來的 這樣壓一壓滾一滾 那也可以再往下移一點 這樣壓一壓滾一滾 然後再繼續在肚脂這邊 壓一壓滾一滾 然後小腹 那小腹這邊呢 一般只要是女性呢 很多人會有便秘的這種問題在 因為到外面的廁所 就不敢上廁所 怕髒 那我們這裡呢 可能左邊小腹經常會髒髒 會特別容易鼓出來 那我們這樣滾斜的 滾斜的 那這邊也是一樣 你一隻手不夠力 那你就用另外一隻手 來幫忙 那你也可以這樣身體稍微 讓上半身稍微往前傾 讓上半身稍微往前傾 然後這樣子 你的手就可以放得比較低 你就可以滾壓到這小腹的位置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利用在上廁所的時候 那用我們的手 用我們的手 然後指尖 用我們的指尖 然後呢 在做馬桶的時候 你就指尖頂著 靠近尺骨上面的這個小腹 一手頂一邊 然後呢 讓身體往前 讓身體往前趴 那這個頂住的力量不能鬆掉 身體一往前趴 這個力量就進去了 那這樣呢 對促進排便是非常有用的 那經常容易脹氣的人呢 我們在背部這邊呢 背部這邊的肌肉呢 也會比較僵硬的 特別是胸椎 中 下段 這一帶 這都是跟我們消化系統 常會有關的 那他們可以把球 放在其中一側 那沒有人幫你按摩的時候 然後你只能靠牆壁了 然後半蹲 然後這樣呢 把身體往後壓 然後這樣滾動 有時候呢 你要找人 還不如靠自己 那這種球呢 是剛好有一點彈性 你不能選太軟的 那硬的肯定不舒服 那太軟的一點感覺都沒有 比如網球那太軟肯定不能用的 剛好有一點彈性的 這樣是最剛好的 我們這樣來回來回 來回來回滾壓 你會發現 原來你的背部 身體腰這裡竟然有那麼多 痠痛的點 你就用對了 你可以在那個痠痛的點 那邊多加強一下